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的总统是里根 他们的地铁很老旧 有一百多年前他们就有地铁 除非你有的事钱叫出租 来纽约你先得学会坐地铁 上东城八十六街到了 往第五大道走 大家看见吗 那就是大都会美术馆 我没有上过高中大学 大都会美术馆就是我的大学 三十五年过去了 我不记得来过多少次 现在我还没有从这儿毕业 好 局部第二季开始了 我是陈丹青 文艺复兴的重头戏啊 还得去意大利 美国的收藏虽然富后 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那个时段呢 代表作就少下去了 全美国呢就那么一件 达芬奇的作品 他收藏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画面前还弄一条丝绒绒绒 区隔 已是正中 俄国人弄到两件 美国人比下去了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 很奇怪 据说蒙娜丽莎有六件 逼真的仿制品 美国就有一件 但我不记得他们展示过 上世纪六十年代啊 卢布公慷慨了一下子 把蒙娜丽莎送到 大都会美术馆展示 就在楼下的中庭 当时的总统肯尼迪夫妇 专程赶到纽约主持开幕式 美国的民众呢 就冒着寒风 排着望不到边的长队 缓缓进入绕场一周 就像朝拜教皇 接受蒙娜丽莎的简阅 七十年代 蒙娜丽莎还到东京 给挂了一挂 当然朝夜震动 集体战败 据我所知 蒙娜丽莎就这么两回 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 远程旅行 东京待过以后 他顺道就去莫斯科 普希金博物馆展示 此后到今天 蒙娜丽莎就没有再离开过 卢伍宫 二十世纪初啊 零几年还是一几年 蒙娜丽莎曾经给一位 意大利爱国者给偷走了 弄回意大利 但很快又给追回来 如果没有那次失窃 也没有当时的世界范围报纸上的一个媒体效应 蒙娜丽莎可能不会变成像今天这样的超级神话 美国收藏的拉斐尔也不是很多 在大都会博物馆 我记得是两件 一件是祭坛画 画得很好 但不算拉斐尔的精品 那么我倒是喜欢他很小的一幅画在木板上的 蒙培拉作品 相传是他18岁的时候画的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收藏的拉斐尔画的青年男子肖像 倒是他的精品 美国收藏提箱的话不算少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那幅照镜子的威纳斯富贵大器 波士顿有一个美术馆叫做威尼斯庭院 是把整个威尼斯庭院拿到波士顿来 里面有一张提箱的欧罗巴贝杰 同样富贵大器 纽约Frank Collection 富贵大器收藏馆 有两件提箱早期的精美肖像 画中的那位青年贵族死了都四五百年了 还是目光炯炯 阴气逼人 这个角落的五件提箱 也不能说不好 那间大的叫做音乐家和威纳斯 据说威纳斯要听音乐才能理解美 而且当然要光着身子他才肯听 另外一件是维纳斯和阿多尼斯 据说他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猎人 不肯让他走 维纳斯的意思在欧洲人那里就是一个裸体的美人横躺着 旁边经常会有个男子 那照现在的说法呢 他就是欧洲男人的梦中情人 而且在梦中被这个情人爱上了 提箱啊 这两个构图画过两三次 我记得马德里和维也纳的美术馆 也挂着相同的构图 而且比这两张要画得好 说明牌上说呢 是他终身迷恋这两个题材 但我猜可能是还有别的贵族或者教宗也想要这个画 他就诱画 所以在定见的时候就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重复自己 当然每次构图它会有些小的变化 比如我记得维也纳那张还是马德里的 就是维纳斯和音乐家 那音乐家正弹的是一个古风琴 很多画家复制自己的画 库尔贝画过一个金发美女 好像是英国拉费尔前派画家的哪位的太太还是情人 她重画了三次 总共四件 九十年代初曾经到纽约的布鲁克林美术馆展出 我看了以后觉得画家复制自己的画 似乎都不如第一件好 因为第一件是生的 后面几件是熟的 那这里面的道理呢 我到十四集再试着讲讲看 我以为在这里的几件蹄箱 还是我身后的这件男子肖像最好 又贵气又仙气 近乎神品 为什么呢 就是说句丧气的话 你必须见到真迹 站在他面前 这幅画曾经被鉴定家认为是Georgiana画的 后来确认还是提香 但这幅画被切割过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可以转移话题了 我们中国的第一代流洋画家 带回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取其大药 过分推崇 达芬奇 拉斐尔 米克朗基罗 此外呢 前头加上一个桥托和Bodichelli 后面加上一个提香 或者丁托列托 就算是文艺复兴提起来 尽收眼底 几代人下来 相言成席 一说起文艺复兴 就这么几个人 其实此外几十位大师 甚至一百位作乐的杰出的画家 全都不见了 这个信息索币画策匮乏 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到八十年代开放以后 国外的画策大量进入 我们很多中国画家开始激赏 像马萨奇奥 曼泰娜 弗朗切斯卡 在利皮 这个 奇兰达约等等 那么到了这儿以后 开了眼界 我才发现 有成百上千 文艺复兴的庙品和神品 好比一路登山所见 目不暇给 三节常被比作高峰 画是没错 可是我每次登山到峰顶 总是若有所失 反而怀念一路上见到的圣景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讲述 次要的作品 是它们构成一座一座山 其实并不次要的 今天来略微讲一下 这位 Giovanni di Paolo 两幅很小很小的祭坛画 一幅画于1445年 叫做乐园 一幅叫做圣殿里的耶稣 画于1440年 典故当然来自圣经 不必说 你即便是不了解圣经 照样会惊喜 画中的一切 和咱们知道的文艺复兴三节 还有提香它们大不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Paolo这两幅祭坛画 既没有偷视法 也没有消失点 没有远小近大 甚至没有阴影 可是画得非常天真 像一块美丽的蛋糕 又画得非常神秘 像是一场梦 意大利啊 不同地区的地方流派 来自很多影响 有北方的歌特式艺术的影响 也有东方的拜占庭艺术的影响 大量画家从来不遵守所谓透视法 那是意大利三节和提香之外 另外一个丰富的美丽的意大利 占了文艺复兴绘画的六七成以上 意大利各省无数的小教堂 布满了这样的蛋糕和梦境 所以透视法之外啊 还有许多绘画手段 另有一种古老的美感 比方说平面感 装饰性 还有图案分割之美 包括手法的天真卓朴等等 以上说的啊 都是术语 你不懂没关系的 为什么呢 我又要转移话题了 这个局部一计的观众啊 常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深入继续解释一幅画 什么叫深入继续解释一幅画 我的理由是 第一 你要讲透一幅画 要十几天 十几年 是个没有尽头的过程 我这节目只有十来分钟 第二呢 我不是在上课 我假想的观众啊 不是学生 也不是画家 这个第三 知识啊 你就上网查就是了 道理呢 你可以去看书 所以第四 最要紧的还是 你得睁开眼睛看 我做这档节目啊 把大家骗过来 就是让大家把眼睛睁开 观看啊 是不讲道理的 也用不上道理 你看一幅画 重要的不是懂得 而是惊喜 惊喜也用不着道理的 大都会的收藏啊 不断给我带来惊喜 三十五年前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满脑子 都是中国版的美术师 一尽管就去找伦布朗啊 科罗啊 米勒呀 就狠狠地那么盯着看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 一路看下来 眼睛才慢慢给打开 许多过去 这种视而不见的作品啊 终于看入眼了 千万一年过去 你也不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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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以为我很早就懂得看画吗 我跟大家透个底 墙上这两张 Giovanni di Paolo 在这里挂了半个多世纪了 我也来了 大概有上百次 可是直到半年前 我才发现这张画 此前居然从来没有注意到 今年三月 我为了局部到这儿来做功课 这个馆转来转去 那个馆转来转去 想到底说哪幅号 忽然我就在这两幅画面前停下来 注意你在一幅画前突然停下来 然后这个画忽然被你看进去了 这个就是惊喜 它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此前有眼无珠 还证明什么呢 证明看画没有道理的 而且用不上道理 所以我不太分析某幅画 而是要大家注意某幅画 大家有眼有珠 再加一颗心 如果我能让大家注意 此前你没有注意到的一幅画 没看过的一幅画 能够给你几秒钟的惊喜 我就很开心 最后再讲几句祭坛画 卡罗的两幅画原来是 西安娜圣多米尼克祭坛里的一部分 大家必须想象 500年前的教堂只有蜡烛光 非常昏暗 教民走进去看不清 也不让走进细看 那个时候啊 人去教堂不是为了欣赏艺术 而是宗教崇拜 许多高高在上的雕刻 绘画几百年过来 都不让你看清楚的 你看不清楚的事物 才会有神秘感 时代变了 宗教文化减弱 很多老教堂老旧毁坏 于是祭坛画呢 就被搬下祭坛 进入市场 进入美术馆 配上镜框 被灯光照亮 让人细看 照法国艺术史家 达尼埃尔·阿拉斯的说法 这样一种脱离 原先语境的展示方法 是文化在舞台上的亮相 属于现代人的文化崇拜 具体说是美术馆崇拜 展览崇拜 此刻我在做视频 说句实话 做视频是不是一个 更好的传播方式 其实我怀疑 但是不能说扫心的话 我只能自己问自己 卡洛的话 是在昏暗的祭坛好 还是在明亮的美术馆好 新世纪以来 已经有若干学者 开始质疑这种美术馆崇拜 美术馆崇拜难道有错吗 但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现代人会不会因此 更懂艺术 更爱艺术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长话不能短说 明镜需要您的观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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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很酷